好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卫视的时事大家谈 4月1号愚人节的当天 中国官媒推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的这样一个消息 这是继深圳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 中国设立的第三个国家级新区 规格之高 规模之大 让许多人怀疑这究竟是不是愚人节的玩笑 那么今天呢 时事大家谈主话题讨论之前 我们请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平先生 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 做一个热点快评来谈谈这个雄安新区的筹划 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 这个我们看到官媒啊 中国官媒 他用千年大计来形容这个雄安新区 据说规模惊人 令人扎舌 那么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 为什么要推出这个规划 北京的用意都有哪些呢 当然这个主要用意就是要这个 梳解这个北京这个所谓非首都功能 那么具体来讲呢 当然一个就是要把这个通线呢 将来变成北京的副中心 那么因为这个将来这个北京这个城区啊 它要变成所谓首都或者是首都特区 那么它的功能转移呢就是主要在这个雄安新区 所谓叫做这个首都副中心 大体上是这么一个概念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出来的是比较突兀啊 这个突兀啊 嗯 之前其实有些人大概得到消息早的早就在那置业了 因为前一两年就传说要有一个这个级别比保定还要高的这么一个白洋电视出现 那么现在实际上这个东西现在出来了 但是呢这个有这个消息早的人早已经在那边置业了 现在呢这个当地的房地产是已经打着滚的 这个翻了好几番 而且现在据说全部就是禁止这些交易了 户口也不能够动了 现在就是处于这么一个锁定状态 嗯 但是究竟这个目的是什么啊 这个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些的以外 我觉得也很有一点开玩笑的意思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个因为一个呢 我不知道啊 这个具体是谁给这个领导出的这么一个主意 这个主意是不是高 我担心呢又弄成像什么三峡工程啊 或者是像什么天津新区啊 就滨海新区啊 什么曹飞殿呢 这样的烂尾工程 嗯 那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个玩笑就开大了 嗯 当然我们也确实看到 这个十八届的这个领导层上来 这四年多啊 除了这个与反腐的旗号 这个进行这个权力斗争 还有成效以外 在这个治国方面 在经济方面 实际上乏善可陈 嗯 当然现在突然推出这么一块大蛋糕 显然是想来一个大跃进 嗯 想要这个 以这个高投入来刺激一下经济 然后呢 这个制造一些经济热点和兴奋点 嗯 那么这个我想可能是 在十九大前 要推出这块大蛋糕 可能有 还有一些 这方面的政治上的考虑 好的 但是呢 能不能够实现 这个现在 我觉得 首先从 这个 这个地区的 这个水的供应上来讲 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因为华北缺水 嗯 所以现在这种特大型的城市 实际上在华北地区 根本就没有办法搞成 嗯 而且还有一点 就是 所有的项目 或者是城市的发展 你看吧 离北京越近的 这个越搞不好 嗯 为什么呢 就是离中央太近 嗯 这个手 身手的这个权力太大 而且这个权力也太 这个手身的太长 所以呢 最后都是弄不好的 嗯 所以我不太看好 这个项目 好的 谢谢 那么 有这样一条微信 在网上被流传了 这个很多 我也收到这样一条 也这样这个 这一条微信 说两会闭幕呢 也就半个多月 千年大计的雄安行区 就出台了 那么这么特大的是 代表14亿人民的 共商国事的 全国级的几千个代表 和委员们知道吗 如果对两会代表保密 那就等于宣布 你们是摆设 千年大计 十万 十几万元投资 超级大都市 你们都无权知晓 无权商议 无权决定 那这是不是戏弄了 最高权力机构的 数千名代表和委员呢 好 纽约和平先生 请您谈谈您的看法 您怎么看 雄安兴趣的筹划 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 有独立见解的这个中国的民众 只能以讽刺挖苦的手段 来对付这个所谓的维安兴趣 但是如果除了这个讽刺和挖苦 或者它的决策的合法性这个层次来看 抛个这个层次来看 这个维安兴趣是有它建设的这个必要性 因为除了这个加拿大的这个乌塔华 这个美国的华盛顿DC 大部分的国家的这个首都 都建立在比较 在所在国的大型城市 基本上是可以 大部分都是在大型的这个城市 随着这个政府机构的庞大 这个决策系统的这个复杂性 人口的暴增 很多的国家的这个首都 都面临着超富豪的压力 尤其在中国的这个北京 就尤其的这个严重 于是在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 我就写过这个关于这个首都 千多的这种战略方面的这个报告 当时我很小 就提出了这么一些方案 主要是为了来这个挽救 这个北京的文化古迹这个城市 但是很显然文化成现在都传统文化 都已经被中共的这种高速的建设破坏的差不多了 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多大可以保护的这个价值了 但是人口的压力资源的压力是北京不得不考虑的进行这个前面性的缓解 那么进行大规模的千多的似乎是已经被否决了 因为那样的话呢可能要把一个原来我经历的一个千多 应该是在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 或者是在一个比较贫困的地方 比如说河南 那么但是很显然这些高官们他是不愿意 所以他们在究竟的建设所谓的这个复都 那么这个维安的这种特区的建设在我看起来 因为中国纯粹是一个政策圈鞋的一个国家 哪里有政策哪里可以叫它富裕起来 哪里就可以成为标杆 所以以中国的这个权力的资源的控制的能力来讲 我觉得它迅速的使为安热起来没有问题 就像80年代的时候我曾经参加了这个海南台区的 最开始的这个建设的时候的那个筹备组的一些 就是说筹备活动的一些宣传嘛 因为我在做媒体嘛 那么当时跟梁湘先生都交谈过这些问题 那当时我去海口的时候 正好叫十万大学生一夜过勤众 一夜当然是夸大了 是花了几天时间或者是十几天时间 那整个海口市的这个路 马路上啊都全部是在炒菜啊 做饭的这个大学生 因为大学生的位置很穷啊 没有餐馆啊也没地方住 吃住全部在马路上 一夜之间大家都要赶出一个新的台区建设 当然经过了一段时间 以后就是平静下来了 但是还有当时很多大学生的留下来 所以我觉得以中共现在的这个政治的支配能力 它是可以把维亚的新所建立起来 那至于这长期来看 它是不是合理 是不是正确 那只有鬼才知道 那么就好像中国的经济建设 长期以来大家精进录到的是 他们的逻辑思维基本上是这样的 在一个地方搞一个点 然后把那个点呢 筹进了这个壳大 像当时候再开始建立的四个台区 山头 厦门 这个珠海和深圳 其实几十年下来 只有深圳成了一点规模 所以但是呢就是说 因为它有了这种真正的春鞋 那么它就有可能呢 在短期之内迅速增长 至于未来是不是像张立凡先生 讲的那种烂尾工程 那从整体来讲 中国就是个烂尾工程 那不是一个城市 一个地方的问题 整体的中国的整个体制 就是个烂尾工程 整个社会的发展 就是个烂尾工程 没有人为几十年以后的 这个后顾承担责人 更不要说千年了 千年他们这是老子一拍就拍出来 但是我觉得这些人老子 他这个目光短情 怎么是千年大计呢 怎么要来个万年大计嘛 好的 我们感谢 和平张立凡先生的热点快评 明天实时大家谈 我们专题讨论呢 我们继续来邀请专家讨论 这个问题 话题是雄安新区 习近平千年大计 好 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下期待